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是历史运行的表现形式 是以偶然性来凸现历史的必然性 这是从本质上说的 归根借底 他们是重复于特定的时代条件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准确的说 由于与金口集团的成功 是韩祖势力的成功 是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成功 由于与金口集团起价 依靠金口集团内逃外法 终于成就造众大业 毫无疑问 金口集团是依稀自政 金口集团是依稀自政 和宋出政治的主要的自称性力量 所以刘宋建国前后 刘宇 他就充分的感觉到 金口集团在整个大业当中的分量 从各个方面对金口势力进行优待 然而真正进入到宋以后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金口集团的势力发展并不是很容易 受到各方面的打压 他的地位也慢慢地向下降 所谓身级而衰 物质然而言 就是这么个道理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 曾经生是贤客的金口集团 风光不在 到最后归于成绩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 入宋以后 蓝白的显示发生变化 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与东京相比 留宋的国土 有所扩大 它的东部几乎是与北位 在黄河这地方连接了 战略要从由淮扬推进到 青州和沿州地区 也就是说 它的黄虫地带 由江淮之间这么大的黄虫 跟原来东京时期的一种窘迫 是不一样的 那广宁地区呢 它已经远离了战争的是非之地 原来江淮之间是刘宾帅待的地方 这些刘宾帅的话 它的力量是很复杂的 这个地方它是活动的 而现在在留宋的时候 江淮之间明确的就是留宋的地盘 很稳定 那么广宁这地方就远离战争的 金口金陵地区 感受不到北方的一种威胁 当政局安定下来以后 金口中正的战略地位 有所伤势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金口集团成为金送自绩政权的支撑力量 以后 它之所以成为它的力量 就在于金口地区 它的长期积累 金口地区长期聚集了大量的流民 由他们所形成的武力集团 是金口集团辞成于静默送出政治舞台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金口集团难以想象 而一旦这些流民武装 需衰竭 又得不到基础的补充 金口集团的消云 我实在来年 没后备力量 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 牛育是依靠金口起家的 你进口发达的 你进口完成大业的 在福建建设的过程当中 他感觉到了 金口势力强大 给他带来的巨大施工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也深深的感知到 对金口 对武装集团和武装势力 必须采取合适的政策和措施 一提两遍 使金口和其他势力成为自己 驯服的工具 而不至于威吓到自己的将来 所以在他建设以后 对金口地区 它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必须加强对金口 广名所在的南徐州 南延州的控制 就成为刘宋和刘宋初期的 重要的行政内容 徐延二州分割出来了 说了分割 对金州 进口广宁的分力 就表明 刘宇 他有一种叫分其地 以薛其力的一种做法 你让强大和分开 分开了力量就行了 这是历代政治家观众的一种策略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动作 非常厉害 就是中王出征 让中王出征进口 零 南徐州 赤石 加都督 这样对进口的力量控制 显然是强大的 你看看 缺冰少将 其他方政起来了 其他力量起来了 分割土地 加强控制 这一系列的动作 一系列的因素 作用之下 进口 有声转转 一步步的走向 孝武 孝武帝孝敬元年 失败54年 我们都知道 东晋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一个措施 对侨民来讲 对图断 原来在刘宇 在179年的时候 曾经发布一个命令 就是说 徐州 延州 千州 这三州 在金岭这个地方 不图断 但是 在孝武帝 孝敬元年 失败54年的时候 招数下来 此刻 南徐州 巧兵珠 收出了 就原来刘宇的 幽敏对象 幽敏内容 不存在 这实际上就从法律的角度 破除了 由于被进口的一种优待 法律屏障被撤出 意味着进口已经 伤去了 伤失了 昔日的一种 荣宠 换句话来说 在历史上 盛极一时 公民卓著的 进口集团 走向他的窝楼 以武力齐家的 由于建立皇权 进行皇权统治 最后达到高位 据征权的最高点 再讲第二个问题 情绪势力 情绪的地方势力 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很早 比方说 捍卫自己的情绪 问题就很多 因为朝魏呢 带来了压力 也很大 带来了威胁 是魏文帝朝平 很头痛 想尽了很多办法 谨慎用事 才保持了 当时证据的相对稳定 这个时候可以说 情绪的力量 已经让朝魏 伤透老金 西晋 勇家落案后 百方人是蓝签了 大量的蓝签 情绪的地位 很尴尬 情绪地区的豪强 它有些呢 南签到江淮之间 有些呢 到金陵 进口 其中大部分人 我就是刚才讲到的 成为金口集团的主力 东京呢 整体来讲 朝廷的力量比较弱 青州这地方 被十六国 割据政权 所占据了 直到 静默一夕年间 才被东京 有些部分才收复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十六国 通修之下 这一时期 我们要注意到 在清许活动的武力集团 它就不是 捍卫以来 原来住在这地方的一种势力了 这种势力 它已经走了 或者到江华之间 成为有名预算 或者到南方 进口 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了 而这时候 在清许的东西 它就不是原来的历史内涵 它的内涵发生变化了 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动 从其他地方 迁与到清许的武装力量 开始显现 从历史的记载来讲 这个时期 到达清许的 主要是河北的大陆 像清河崔氏 清河的张氏 清河的富氏 清河的房氏 平原牛氏 平原民氏 这些河北大族 吃地的来到了清许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和积累 它们构成了 清许失利的主要力量 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说 这些清河平原的大族 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是在北魏攻占河北的时候 他们跟随着 莫永德政权揽签过来的 如果从标志性的世界来讲 是这么个世界 西京以后的北方政权 多数为少数民族创建 它的先祝特点 就是少数民族 和原有的旧地贵族 汉人 联合执政 化身融合 武汉贵族虽然分数两个 或者多个集团 有政治上 经济上 利益冲突 和文化观念上的一种冲突 但是 作为一个社会的统治层 他们有相通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 从本事来讲 它的意志性 是很多的 为了稳固 整个社会的 稳定和统治 他们必须互相支持 相互依托 所以 在湖汉关系 比较平静的时候 他们的联合 甚至交融 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 无论是政局 政坛 还是社会的发展 都需要他们相互交融 相互依存 特别是这种良好的关系 维持到一定的时间以后 旧地贵族 对少数民族的同事者 有很大的一种相亲力 武汉贵族 在这个时候 就是融入无共 文化又出现 一种新的局面 按照这个道理 我们继续说 托巴贤卑 攻陷后院之地以后 后院之地以后 何白大祖 跟随同 少数民族的 慕容贤卑 南千到了清雪地带 就可以得到这件事 就是汉地贵族 是跟着少数民族 他融合了 他认为 墨荣 托巴 写墨荣布 他各方面很好 发展得不错 你南边走 我也南边走 形成这么一个 勇辱与共的关系 首先 南千的河北大祖 与慕容市政权 关系很好 如果关系不好 不跟你走的 关系非常好 这种关系 依赖于 之前言以来 几个慕容政权的 持续努力 关系打得不错 他们的利益 和慕容市的利益 一是化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北魏前妻 被汉地救助 不好 或者措施采取的 不是很恰当 使得这批人 宁愿跟着慕容市旁 北魏的政策和措施 使河北大祖 感觉他不安全 无所依托 他不愿意待这地方 迁徙家园 不愿意继承力下 来跟着慕容市 到了其他地方 另辟袭击 另开家园 但就亲属 亲属地区来讲 西境上乱以后 被几个少数民族占据的 但是他们都是 冲冲来冲冲去 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南宴建立之前 亲属这地方 自庸家之乱以后 民众大量留下的一种空白 并没有填补起来 到南宴以后 这空白就有河北大祖去填补起来了 填补又有一个历史前提 一方面 北魏现在是新建时期 各方面措施不到位 出算阶段 南方呢 东京衰弱 他无力摆上 南北的特殊形式 给了亲属难得的发展机会 百边百外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南方顾不上 那么这些河北大祖 在亲属之地 在莫容寺的一种维护之下 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逐渐成为一种 非常强大的敌法集团 北京南北朝时期 北方流敏的迁徙 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墙中豪族 他是往往携带着乡人 中青 主党 一道去迁徙的 是群体型的一种迁徙 干戈的迁徙也有不多 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往往是一个宗族 甚至几个宗族 同行 到了新的地方以后 这些宗族乡党 又往往 拘作乃居 拘作乃居的结果 就形成了一种 在新的地方的一种 新的势力 这是当时的一种 环境的需要 和历史发展的需要 所以莫容德 南迁到清许的河北大祖 也是这样 他本来是河北大祖 到了清许的地方 发展之后就发展成了清许势力 南迁政权的建立 是河北大祖 与莫容贵族 相互交融 相互联合的结果 这一点 唐先生有一句说法 这很有意思 他说 南迁政权的建立 与 东近政权的建立 很相似 是北来大祖 拥护 王权的结果 这两个政权很像 也就是说 南迁政权的 支撑力量 是河北大祖 所建立的 清许集团 在清许的发展的力量 所以清许集团 在南迁时期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 得到朝廷的一种招呼 拥有特权 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这种招呼 和优待 它有个时间短的 也有个关键点的 因为南迁它毕竟是 莫容是政权 政权的巩固 是要方方面面的 致死的固然不错 但政权的发展 必须拥有 自己本身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跟大祖 它有强大的矛 很大的矛盾的地方 虽然说 对赴税的一种争取 大祖 和政权之间 具有矛盾 所以莫容是后来 剪贺英户的一种做法 就是把大祖所占的户口 进行剪刮出来 目标是为了 增加政府的一种财税 这种做法 就使大祖 实力受到审判 这一点上 也引起了大祖的不满 如果触犯了他们的切成利益 他当然要反对 南烟后来政局 发生动乱 与大祖 利益 相冲突 是有联系的 换句话来说 南烟那么快灭亡 这也是其中的原因 情绪集团的知识 少了 情绪集团 他不是知识他 他存在的技术 就丧失 打个比方 就像东京政权的话 如果百来的大祖 王宪 他不只是东京的话 东京可能 存在不了多少时间 同样的 南千道 情绪地带了 南烟政权 少了情绪集团的一种 维护 他的灭亡 是自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